現在考試院會要登場 我不知道要角逐國民黨黨主席 這幾位熱門人選 對年金制度在未來非常關鍵性 在考試院一直到立法院 立法院很顯然是個決戰場 因為不管在未來法案的定案 不管考試院是送出什麼樣的版本 其實立委心中自有定見 怎麼改讓這個中清代會感覺到說 你這一砍 砍我們是不是砍太兇 如果版本是砍太兇的話 到立法院怎麼做修補 立法院很顯然一定是個決戰場 當時國民黨這些選黨主席的人 對於這個事情態度又是如何呢 今天TVBC有個最新民調 要選國民黨中主席的 像是第一名你知道嗎 來 郝龍斌我們來看各方的反應是什麼 包括他當事人是怎麼看的 加油 一些不只是軍人 有些公教人員 對於年金改革 以及他們未來的生活 有非常大的疑慮 蔡政府一再強調謙卑 謙卑再謙卑 這一次的八百裝飾在這裡 寒天受冷 24小時在這裡 已經待了接近20天了 我們有沒有看到民進黨的高層 甚至負責年金改革的主政的一些相關的官員 到這裡來 請聽他們聲音 沒有 我覺得這就是民進黨的傲慢 每一次有記者朋友問我說會不會整合 我說這個要看因緣聚合嘛 如果因緣成熟才有機會 對 TVBS是做國民黨黨主席的民調 當晚他怎麼去掌握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在做黨主席的民調 非常有意思 你選的這個人是以後會倒票或是不會倒票 我們就看結果 這個第一名17% 12 16%在這裡 吳敦他第三名 他真的會怕 他說 奇怪 在選這個黨主席的 然後掌握這個消息 吳敦一直持非常懷疑 對這樣的一個結果了 現在最新的發展 來我請請 具有權威消息的李明賢 我哪有權威 沒有啦 來來來 聽說這兩個人 未來國民黨的主流是這樣子 好跟五合流 現在呢 馬英九辦公室的發言人 去做他的發言人 媽的 來觀眾你看看 現在媽的又加一巴掌 是怎樣 馬毫無連成一個抗洪大戰 這是未來國民黨的趨勢嗎 有人說 這兩個人說好了 我來做國民黨黨主席 兩親控一十年讓你去選 的確我們發現 郝龍斌 的確他發表的言論裡頭 他怎麼說呢 我2020我不選 然後2018我一定要拿下兩都 否則我要負起政治責任 所以我們看到國民黨內部 兩派的退降的勢力 一個叫做以郝龍斌 郝伯村 郝家軍為首 哇排出來 你看 胡竹生 王文謝 李真林 費洪波 陳廷寵 曹文生 沈國貞 另外一個呢 是來自於柱柱姐的 這個將軍的勢力 柱柱姐的將軍的勢力 當然我們就看到有誰啊 像是陳振湘 可是呢 這個擔任中興後援會的總會長 叫做王文謝 王文謝提到年改 我們是被迫害的一群 發動八百壯士上街 去遭到批判諷刺 那些王叉蛋跟狗叉 都是出自於這個王文謝之口 欸 國民黨的態勢是這樣子 來 你不用 你不用忙著寫筆記 你去全會小學 來 第一個我先講民調啦 當然民調數據是一個參考嘛 可是 他第一名呢 我相信那不是很對黨員的民調 黨員的民調 我也沒有啊 我就是在電視台裡面有 主要我覺得他 推測啦 他可能是針對所有人的民調 然後再去排綠啦 就是說 因為民調設計 你有一個機制嘛 那兩行呢 報告公比較希望誰擔任 他都第一名呢 第一個啦 我覺得就是說 民調是一個參考數據出來 那你剛剛 你剛才說說 哈龍斌跟吳敦義跟誰河流怎麼樣 我覺得 選舉就是這樣嘛 大家就一拚嘛 那不要說誰喬誰 誰喬誰 我不要誰跟誰河流 我覺得說 這六個應該 我問你 你有聽話說嗎 說這兩個河流 你都沒聽 我想是誰 主席在我們講的 不要講誰跟誰河流 譬如說 這邊選舉的時候 那又誰跟誰 誰又批評誰 我覺得說 國民黨現在要變成社會的主流嘛 所以他要努力變成社會的主流 譬如說 他對很多議題的想法 郝龍斌他有對 那個年金改革 他有提出他 比較具體的想法 他說要召開 那個民間的 國事會議嘛 類似的 那譬如說 吳敦義 詹啟賢 洪主席 他去看那個 就是說 八百壯士的時候 他也有提出他的 具體的想法嘛 所以未來 因為國民黨主席 四月中旬 零表 然後之後登記之後 不論確定是六個 會不會 之後會有第七個 我不曉得 登記完之後 我們會辦兩場的電視證監會 所以他要各 像各種議題 要表達他的立場嘛 電視證監會 直播會 都會出來啊 包括有可能會找 櫃台合作嘛 也有可能嘛 當然現在接洽中嘛 年金改革他要講嗎 要嘛 那譬如說 馬英九執政的路線 八年 譬如說兩岸路線 一中各表 要講嗎 要講嘛 都要講嘛 那未來的年金改革 只有改軍公交而已嘛 沒有嘛 那老公 他現在這麼選 就說他兩千塊幾十年 沒有要選總統 有什麼 我覺得是一種宣誓嘛 宣誓什麼 我就宣誓說 我宣誓 所以他肯定要扭給他就對了 我做董主席 你要選總統 沒有啦 選舉人都這樣扭 你覺得黨員可以接受嗎 不可能嘛 我覺得這是黨員 想我有在招機戰嗎 沒有啦 其實我們幫郝龍斌也講一句話 他意思是說 誰有勝算 就推誰 所以如果到時候 郭台銘拉進來 到你們貴黨 大家到底在算 郭台銘可能贏小英 可能郭台銘會代表 國民黨來選嗎 你跟郭台銘有什麼 就說包括那個 海副主席 其他的候選人 有那種想法嘛 我們基層認為說 譬如說 民眾現在做得不太好啊 他們認為說 誰可以帶領國民黨 充滿執政 就是黨主席的最重要任務嘛 所以那個 郝龍斌他會講說 誰可以有勝算 他就可以支持嘛 對… 他當然某種程度 也要迎合基層的想法嘛 可是問題現在說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最大的關鍵上 民眾老實說 做得不太好嘛 可是當民黨的支持度掉下來的時候 國民黨的支持度沒有爬起來嘛 所以國民黨問題出在哪裡 你說這句話說 民進黨的支持 黨內 國民黨沒有爬起來嗎 沒有爬起來 關鍵問題出在哪裡嘛 所以這六個參選人 他未來包括兩個月的競選期間 包括他的電視證監會 他要講清楚嘛 六個候選人 你比較希望哪一個擔任黨主席 國民黨的支持者當中呢 比較希望誰擔任 他有24% 但是呢 沒有排除的狀況底下 他也拿下了第一名 你知道吳敦義今天說 選舉 國民黨黨主席 是封閉式的選舉 媒體根本拿不到 真正的黨員的名單 怎麼TPBS民調裡頭 會呈現這樣的結果 他覺得非常有意思 來 翁定霧來 我如果要做個民調說 川普會不會當選美國總統 然後取樣在台灣的話 你會告訴我 這民調數字到底有沒有效 民調很高很低 可以參考 國民黨的主席選舉 從來跟民主無關 你拿去問老百姓 大家支持什麼人 那個民調的數字 對他們的主席選舉幫助 等於零 我來講參考 參考是意外 被選總統的參考 對主席選舉等於零 我們說老實話 他們黨員結構跟 人民的人口結構 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好好 我就說川普被選美國總統 跟他走來台灣做民調 他們的頭子派去 所以這個事情很簡單就是 這個民調是在做場 做紳士 那剛才明顯講了很多 哎呀我沒有提什麼版本 其實每個人動作都選票考量 比方說為什麼要去看那些 既不八百也不壯士的這些退將 因為黃復興的黨員票結構 佔得很多 為什麼好龍必要宣布事情後 後面要站著胡竹生 要站著完文獻 三分之一 因為這個黃復興後援會 他的投票率高 而且站著權重高 所以我就說那個是選票考量 否則如果真的現在是要選總統 或者選市長 他們真的會跑去到八百壯士那邊嗎 我看是個大問號 下回到我站著一邊 第二個 郝文明講的話很漂亮 我要當主席我不選總統 這就要講給誰聽的 講給想選總統 又要想選黨主席的人 可能是朱祝姐 可能是吳敦毅 可能是詹祈賢我不知道 但他記得說 你去選總統主席我來做 這個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這個對話就跟想選總統的人 說不然我們看他們 做會合作 分工合作 不要每個位置都一個人去做 這個不壞 只是他是透過空中喊話的方式 所以這個民調基本上 連參考的價值都沒有 國民黨的黨員名單 連民嫌都不知道 不要說一般人了 所以內長誰在看 然後呢 這一個 在審核資格的過程當中 哪些人叫有效 哪些人叫無效 後來又新加入了很多人 所以這些真正可以投票的人 才決定國民黨下任主席是誰 聽說 吳敦毅在這個農會系統方面 還呈現一種跨黨派的合作 那這個背後的王金平的角色 也許大家可以細細去思考 你看呢 這是郝龍斌中心後援會的成立 這一些退降 包括了許麗龍 是擔任他的榮譽總會長 退降在國民黨內的兩股勢力當中 另外一股樹力就是 洪秀柱了 您看到 這是陳振湘 好 身為國民黨的副主席 還有前國防大學校長夏淫舟 這是在2月23號 洪秀柱到高雄的岡山 在眷村敗票時 由這兩位人士來進行陪同 過去還包括像是于北城 像是我們看到蕭天柳 包括黎賢盛等等 這些都在兩股勢力當中 分屬不同的勢力 但是夏淫舟特別提到 他曾經在去年11月份 參加紀念孫中山活動當中 演奏中共國歌史起身肅立 夏淫舟的角色 可是呢 我們看到 郝伯村過去在這個 所謂的退降 赴中國 那參加閱兵時 郝龍斌的父親 郝伯村基本上是認為 應該要予以譴責的 那現場當中呢 我要問林俊宣一個問題 我們跳脫 國民黨黨主席 這六個人 我要問一個 你曾經幫賴神操盤過 現在這個人動算 我問問 他如果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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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會派朱立倫的大將侯友宜來參選嗎 還是說他如果動算 拜託朱立倫他死對頭 你想都北想 他如果當黨主席朱立倫的大將侯友宜 還有可能真的 如現在美麗島民調所講的 他是現在是怎樣 是一枝獨秀 美麗島民調當中做新北市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時報周刊 還是這個美麗島所做 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在新北市 只有侯友宜跟這個賴金澤有值得一拼 在PK大戰裡頭 羅志正是大輸的 吳秉瑞是大輸的 當然後世 吳秉瑞跟羅志正 有可能是看好的 後世包括了高志鵬 可能還是有希望的 可是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有賴神 唯有機會跟侯友宜 但是我的邏輯是說 國民黨的黨主席 如果是吳敦義 如果是郝龍斌 甚至如果是洪秀柱 你覺得他們還會讓侯友宜去讚嗎 黨主席如果是吳敦義 如果是郝龍斌 甚至如果是洪秀柱 你覺得他們還會讓侯友宜去讚嗎 來你的老闆動向是什麼 第一個 你掌握黨機器 當了黨主席 當然會影響到 甚至有實力 來部分主導大概地方的提名 但是我看 朱立倫最怕的就是洪秀柱當選 朱立倫最怕 因為洪秀柱就是被他給換柱 不過從最近國民黨這麼熱鬧的黨主席 所以洪秀柱當選的話 要讓侯友宜來出戰新北市 我看洪秀柱當選 洪秀柱當選的話 他們一定會去 一定會 會去黨主立輪 其實包括 吳敦義也是 所以在吳敦義所謂的夢幻名單裡面 你看他新北市就跑出一個周錫瑋 對 連那個大家都忘記了周錫瑋 都被他找到 對 所以我覺得 爭取這個黨機器 當然有一定優勢 你有沒有發現 洪秀柱去年幾乎是流眼淚被換掉的 但現在每個人都怕他 他掌握黨機器沒有多久的時間 可以說是有充分的一個優勢 所以為什麼會發布這種 直接講究假民調 我覺得就是沒有信心 國民黨的黨聯 你講哪一份假民調 美麗島電視報 郝龍斌講的那個沒有參考價值的民調 你為什麼會發布那個民調 那個電視台發布的 我就是吹哨子壯膽 因為國民黨自己踢爆的 你黨員兩三百個人登記同一支電話號 你怎麼去做民調 那你還沒有講賴神的動向 賴神在拒絕出任總統府秘書長之後 他在我們的節目裡頭 過年的時候他跟柯文哲同台 他意思說 他是一心一意念之在之 要做好做滿 那做好做滿好像也有一個但書 如果他的故鄉新北市民有期待的話 好像也不排除一戰 那所謂的意思是什麼 就我了解 賴市長大概有很清楚的 晚謝小英總統的邀請 邀請出任總統府秘書長 不管他擔任什麼職務 他已經晚謝總統 他會留在台南市 大概賴市長當時也提到了幾個 他必須一定要做的事情 包括0206再後的重建 包括台南市的鐵路地下化 那之前黨內有很多聲音說 希望賴清德能夠來參選 新北市長 因為民調起來賴清德最高 不過這個民調賴清德會最高 這是理所當然 因為他已經當了兩任的自轄市長 而且是一個全國性的政治明星 他的民調當然會比 民進黨在地的立委高 所以人家說 兩千空其實也可以算總統 那並不代表 民進黨在地的立委 就沒有辦法贏得新北市長選舉 不過有一點倒是意外的就是 侯友宜可能比我們 預想的還要強 侯友宜在民調上 他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認為 民進黨在地的立委 仍然有勝選的機會 羅志正 包括吳秉睿 甚至高志朋 對不對 因為賴清德現在看起來 民調比較高 可是他如果參選的話 他仍然會面對一定的問題 包括民進黨本身也會受到質疑 因為很多人知道 賴清德 你已經當了兩任自轄市長 你可能就想選總統 那麼你為什麼選新北市長 你台南市都做不滿了 你新北市會做得滿嗎 那你把新北市 當成一個墊腳石 你會要選總統 這個也會傷害到 整體民進黨的一個 黨的一個形象 所以我覺得 不會他就講 新北市我會做好做滿就好啦 就可以幫民進黨 在新北市又攻下一城 基本上 如果你現在的民調看 你會覺得 如果賴清德來選新北市 那當選機會最高 那民進黨可能在2018選舉 就已經把新北市可以拿下來 不過其實這個是會有變數的 這個變數就是 民進黨可能會受到這樣的一個指引 那同時我認為 新北市我們在地的立委 也非常優秀 你也不能說 現在就認定他們一定輸 我認為我們現在 新北市的立委 還是一定有機會贏 而且也很可能贏 是 賴神選2020 一般認為 我覺得2020不會變 我覺得他是柯文哲 不會變 我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這個不是假議題 柯文哲選2020 是假議題 柯文哲是2018他會選 台北市長連任吧 是是是 讓他2020他選什麼 對 這其實非常非常清楚 對不對 怎麼樣 王定宇你還有權威消息 沒有 因為賴市長 現在人在南向 在幫台南的大學做聯合招式 沒錯 把台南市做好 他才講了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新北市或各地方 會有其他佈局 不過任何好的人 願意為台灣任何都市服務 我覺得競爭比賽 人民得福 這沒有什麼關係 是 而且不分黨派 大家勢必要共同來關心 改革的第一步 在年金改革的部分 明天在考試院院會 要登場了 今天非常謝謝郝老師 包括這個公民老師 王一忠老師 特別播放參加我們的現場 感謝各位 來 明天晚上同一時間 再會 拜拜